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都是根据他的这套计划 给他进行各项训练 由于从八岁就开始了摔跤训练 他的摔跤技巧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功能 而且他从于帝王西尔维亚一战中 获得了更多的信心 现在的他一直到 不光靠摔跤 他的拳头一样的自带 在44岁的年纪 还能如此轻易地施展格斗技术 我觉得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 我才29 但依然抵不过他 我们带上各种护具 来帮助他进行拳击和踢击的训练 他做得非常好 你看看我的两个黑眼圈 都是陪他训练的结果 他做得真的非常好 Randy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训练 我们也为了他能打好这场比赛 全力以赴 联系他想进行对战练习的 年轻又强壮的人 我成为Randy的陪练 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 他现在的状态是我见过最好的 他的拳击技术也日渐完美 我相信在这儿的所有人 都能在这次比赛上 见到一个与一帮完全不同的Randy 格斗风格对于比赛来说至关重要 当摔跤手遇到拳击手 拳击手肯定不希望有人缠住自己 相对的 如果对手是一位柔术性选手 那么他就会希望双方进行进身战 因此一位好的选手应该计输全面 这样才能对证下来 在了解对手的技术特点的情况下 找到他的缺点 赢得比赛 我觉得不用Randy出马 我们去都能教训教训 我甚至觉得他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能上任一场互信比赛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状态 训练自己的移动能力 增强体能 给自己一些压力 这些对于应付长时间的比赛 都是有好处的 这场比赛会很精彩 在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会很紧张 进入赛场后 被那么多的观众包围 会让人觉得空间很狭小 这时候就要提前考虑上场之后 两个人最先要做怎样的交流 对场上的状况要做何反应 要怎样把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 因此没有时间去想 非常漂亮的战胜共扎加后 兰迪终于再次有机会 向世界上最棒的综合格斗选手 发起挑战 这一战还要等上一年的时间 尽管举办这场比赛的可能性 并不是百分之百 兰迪还是全身心地 投入了备战之中 综合格斗的格斗迷们 他们看过很多和格斗有关的节目 所以都明白身份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经历 那些经历不是普通人能感受得到的 很多参国军的人 都会有过战争的经历 去年我们设立了基金 希望能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我们已经从第一个节目里 赢了44,000元 所以我们觉得很高兴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我在军队服役那六年的时间里 我就有建立这个基金的想法 20年后的今天 还能有这个机会和军队的年轻士兵们一起 感受他们所做的一切 看着这些18、9岁的年轻人 代表着国人 投身前线 度过艰难时期 尤其是那些在战场上受了伤的士兵 在他们回国后 他们需要重新找到自身的价值 而且还要养家糊口 我在那里待了12天 在那种情境下 在分离那么长的时间里 能让人更加认识到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决定结婚 我们在海归湾举行了婚礼 迎着夕阳 简直太完美了 我对做爸爸乐在其中 我喜欢我的孩子们 他们对我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我也能给他们 带去积极的影响 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一个23岁 一个25岁 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女儿是那种性格很不羁的女生 而我儿子则是那种轻声戏与内秀型的男生 第三个孩子是天生的格斗选手 他跟我很像 也许到了40岁 头发也会像我这样 他是个很好的孩子 没准以后真的会成为一个格斗选手 我觉得父母是格斗选手的话 孩子们就很容易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 他们会观看一些比赛 而且知道格斗并不只是两名选手互相打斗 其中包含了很多技术 很多规则 能从中感受到很多很好的事情 包括人物的个性 这些东西都能从这项运动里体会到 我女儿接受过格斗训练 但是在她十四五岁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对她的训练时间做严格的规定 但那对她来说是件很有意义的经历 我的儿子上学期间也有同样的经历 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于锻炼她的心理素质 以及对于她的性格的形成 则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我自己的训练管理 也有为青少年设立了训练课程 他们在那里学习摔跤 学习相扶对手的技巧 作为一名格斗冠军 兰迪·库卓也会提携有潜力的新秀格斗选手 我认识她已经三年了 兰迪曾让杰怀特帮助她准备与共扎家的对战 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或者说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我当时放弃了一段时间的格斗 回到了家乡 找了一份平常的工作 平常的工作 是的 然后兰迪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帮忙 所以我就来了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会去参加比赛吗 是的 那应该会很有意思 那你可以去问问兰迪 我回去问问她 在跟随兰迪到现场观看了她和共扎家的比赛之后 杰怀特受到了鼓舞 她决定重返赛场 这次比赛完全吻合 所以我决定抓住这次机会 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因为我从小就很崇拜她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照顾生意 要拍戏 要训练 保持体能 我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合理安排的训练 我的身体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而且比以前更强壮 我已经参演了六部影片 这次的这个人物应该是我扮演过的最重要的角色 在蝎子王2的演出很有意思 在那部戏中 我第一次拍感情戏和死亡戏 那部电影的制作团队非常强大 但是拍感情戏时 还是会让人觉得难为情 毕竟对方不是自己的妻子 而且周围还有摄像等等工作人员在场 导演还要时不时地指导你该怎么做 一直以来 我扮演的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角色 比如保镖之类的 这些我闭着眼都能演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难度 不管你想不相信 我想演西部片 因为我很想知道自己能演到什么地步 和这些糟糕的眼睛 虽然参加电影的演出让我享受到很多乐趣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格斗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毫无疑问 兰迪用自身向我们证明了 怎样才能做一位出色的综合格斗选手 为了消除人们对搏动类运动的误解 像兰迪·库卓这样的综合格斗选手们告诉我们 这类运动也是需要技术和技巧的 2008年秋在45岁的年纪 兰迪终于有机会 向他从没遇过的最可怕的对手发起挑战 菲多·埃美联科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选手 对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人有异议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兰迪都已经在综合格斗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 我是玛丽卡泰勒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谈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